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我有... Hi, my name is Kaiyuan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酷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 來找我說,誒,他們有全新的商品 要不要讓我來開箱 跟他們分享,拿到就好啦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全新的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棒的機會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超...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 來E-mail我說 有沒有興趣開箱他們的 全新系列 Lightweight Hi, my name is Kaiyuan Hi, my name is Kaiyuan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告訴我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 然後打E-mail告訴我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瑞典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打E-mail給我 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開箱他們的全新 還沒發表的一個系列 那我們就當然答應啦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們來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合作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合作 要不要來開箱他們全新的包包系列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我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品牌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說 要不要來開箱他們未發表的一個全新包包系列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說 要不要來開箱跟他分享一個全新未公開的一個包包系列 然後我當然說 好啊 Hi, my name is Kaiyuan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說 要不要來幫他們開箱分享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我有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問我說 要不要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個全新未公開的一個系列 會發表的系列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問我說 要不要來開箱一個... 還沒發表的全新包包系列 那我當然說好啊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的包包 他們問我說 要不要來合作、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個全新未發表 就是一個... 還沒發表的一個包包系列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的包包 問我說 要不要來合作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說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找我 問我說 要不要來跟... 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要不要來合作 來做一個開箱 分享一個全新 還未發表的一個全新系列 我們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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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要不要來... 合作... 分享一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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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我有...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找我 問我說 要不要...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要不要... 有沒有興趣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開箱 他們最新 還未發表的一個全新系列 那就是...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要不要合作啊 要...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系列 因為...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開箱 還沒公開發表的一個全新包包系列 那都... 好啊 那我怎麼說好啊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我可以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開箱 一個全新未公開的 未發表的一個包包系列 那當然... 我當然說好啊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我有瑞...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問我說有沒有興趣開箱 他們全新未發表 未公開的一個全新包包系列 那我當然說好啊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他們全新系列叫做 Lightweight系列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這個品牌就是 Gaston Lugana 他們這個... 我之前已經開箱過幾次了 那我覺得他們的東西都還不錯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我之前已經開箱過幾次了 那我覺得他們的包包都看起來蠻好看的 那這個全新系列叫做 Lightweight系列 那這個全新系列叫做 Lightweight系列 那我拿的這個是 Bomb Bag 輕量化系列 那我拿的這個是 Bomb Bag 那我拿的這個是 Bomb Bag 它的型號是 LW200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那我已經開箱他們的產品幾次了 我覺得他們的產品都看起來超級有質感 看起來超漂亮 那這個系列是 Lightweight系列 那我拿的這個是 Bomb Bag Bomb Bag是 就是胸前的那種胸前背包 因為我覺得還蠻特別 我也沒有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 那這個型號是 LW200 我先去可以去查一下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那我已經開箱過他們包包幾次了 那我覺得他們包包中還蠻有質感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這個 Liveweight系列 我拿的這個是 Bomb Bag 就是胸前的包包啦 反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那這個品牌叫做 Gaston Lugana 那我已經開箱過他們包包幾次了 我覺得他們包包就是都還蠻漂亮的 就外觀啊 顏色啊 形式啊 我覺得都還蠻酷炫的 就 還蠻時尚的啊 那這個品牌就是 Gaston Lugana 那我其實已經開箱過他們包包好幾次了 那我覺得他們包包整體就是很漂亮 然後很特別的設計 我覺得都還蠻特... 那這個品牌就是 Gaston Lugana 那其實我已經開箱過他們包包好幾次了 那我覺得他們包包整體都有一個很簡約的風格 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這個 Lightweight 系列 我拿這個是 Bomb Bag 就是胸前的背包啦 那這個型號是 LW200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那一樣他們塑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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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他們塑膠 那一樣他們的塑膠 那一樣他們的包裝塑膠 都是採用可以分解的 那一樣他們塑... 那老樣子他們的塑膠 那老樣子... 那老樣子他們的外... 那老樣子他們的塑膠包裝 全部都是用可分解的塑膠 就是...比較環保 那老樣子他們的包包... 那老樣子他們的外包裝 都是使用這種可分解的塑膠 就是... 那老樣子他們的這種外... 那老樣子他們的外包裝 都是用這種可以分解的塑膠 就是... 就想做冰糖 想做冰糖 想给品种 我自己做冰糖 我自己做冰糖 五毛 这个副影响 冰糖 铆糖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來聽他話 好啦,這就是我們的Gaston Luga的Bomb Bag OK,那之後我們的胸前小包包 那看起來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胸前小包包啦 OK,那這我們的胸前小包包 那我們就來慢慢來 OK,那這我們的胸前小包包開箱完成 那我們就來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設計呀 還有一些小小細節 好,那這我們的小小包包 那我們接著就來分享一些小小細節設計一下 OK,那這我們的輕量的 OK,那這我們的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輕量小包包啦 OK,這我們的胸前輕量小包包 那我們就來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胸前小包包 那我們接著就來分享一些他的小小細節 那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就是他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輕量小包包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輕量胸前小包包 那我們接著就來分享一些小小細節 那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就是他 這就是我們的 OK,那這就是我們的胸前小包包啦 那接著我們就來好好的分享一下 這個小小的胸前小包包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的胸前小包包 那接著我們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這個胸前小包包的一些小小設計細節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小小包包的一些小小設計細節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這個小包包的一些小小設計細節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拉鍊 前面有這個繩子啊 那他前面有把這個線頭整個用這個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小包包的一些設計細節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小小包包的設計細節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小小包包的設計細節 那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拉鍊前面的線頭 那第一個我看到這個包包上面的拉鍊這個線頭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有用一個軟軟QQ包覆材質把那個線頭包覆起來 就讓你用久了不會那個線頭就給它岔開來啊 這個包起來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拉鍊的這個線頭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拉鍊的這個線頭設計 那第一個我看到這個小小設計 就是它第一個我看到的設計就是它的拉鍊的線頭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拉鍊的線頭 這還蠻特別的就是它有一個軟軟QQ的材質把它包覆起來 就是你用久了那個線頭不是有可能會這樣插開來嗎 它整個把它包起來耶 所以你線頭就不會再插開來耶 那這個拉鍊呢 那這個拉鍊呢它上面是沒有任何寫的 那這個拉鍊呢它上面沒有寫任何品牌在上面 那這個拉鍊呢它沒有寫任何品牌在上面 那這個拉鍊呢它沒有寫任何品牌的名稱在上面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沒什麼答問題 那這個拉鍊的品牌呢我沒有看到任何的 那這個拉鍊的品牌呢我沒有看到任何品牌寫在上面 那但是 拉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個拉鍊的品牌呢它 上面沒有寫任何品牌 那我們 那這個是拉 那這個拉鍊上面沒有寫任何品牌 那 那這個拉鍊上面沒有寫任何品牌 也沒有寫任何資訊 反正拉起來是還蠻OK的,沒什麼大問題 OK來到我們袋子裡面,那這裡裡面又有一個小隔層 來到我們袋子裡面,裡面又有一個拉鍊的隔層 這個是用網子來隔開的 來到我們袋子裡面,有另外一個拉鍊的隔層 那這個拉鍊隔層是可以看到裡面裝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網狀的設計,網子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裝什麼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那裡面 那這個小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拉鍊隔層 那這個拉鍊隔層呢,它整個是可以讓你看穿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拉鍊隔層 那這個袋子裡面,那這個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拉鍊隔層 你可以看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放另外一個拉鍊隔層 那這個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拉鍊隔層 第二層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第二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一個第二層的拉鍊隔層 就是可以放更重要的東西 那這個拉鍊一樣沒有平 那這個袋子裡面一樣有 那這個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拉鍊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這袋子裡面還有第二個拉鍊隔層 那裡面可以裝可能更重要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個拉鍊隔層它是一個網狀的設計 網子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穿裡面到底裝什麼東西 還蠻特別的 那這個袋子裡面有一個另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第二個拉鍊隔層 那這個拉鍊拉開 這裡面這個隔層外面這一條布 它是一個網狀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穿裡面到底裝什麼東西 那這袋子裡面還有第二個拉鍊隔層 那這個第二個拉鍊隔層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網狀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穿裡面到底在裝什麼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更加保護的東西 或者是怕刮到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要更深入 藏什麼重要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個中間裡面的第二個隔層裡面 然後我們這個經典的 然後我們這個經典的 然後我們經典的Gastanluga的logo 竟然在袋子裡面 等你打開袋子 你每一次都可以看到Gastanluga的logo 那這個經典的Gastanluga的logo在裡面 那它把這個經典的Gastanluga的logo 把它放到袋子裡面 所以你每次打開袋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Gastanluga的logo 好的 好 那這袋子裡面的所有紡織呢?